拿走我手機的那個人 就是用我的身分 傳了一個訊息給我喜歡的那個男生說 我跟 莉穎 XXXXXOM 請你以後不要接近莉穎 她是一個很垃圾的女生 要告訴所有女生說 女生出去喝酒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講這件事情呢 就是發生在前兩三個禮拜 跟一個 我在韓國認識的姊姊 然後我跟她一起去喝酒 然後我喝到 很醉很醉很醉 然後喝到失蹤 嚴重到我身邊的朋友 包括我的親姐姐報警 然後動員到警察 派了一輛車還兩輛車 在整個宏大麻浦區尋找我 要告訴所有女生說 女生出去喝酒 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前兩三個禮拜的時候呢 我那陣子心情不是很好 因為我就是上了 某個論壇上面 我就找了那位姊姊出去吃飯 然後我們就有喝酒 喝一喝聊天聊一聊之後呢 然後那個姊姊就說那我們現在要去哪 我就說那既然我們都已經在宏大了 我們不然再去喝一點怎麼樣 然後那姊姊說那我們去哪裡喝 然後我就跟那姊姊說 我有一個常去的一個 雖然酒吧就是一個喝酒的地方 然後那個喝酒的地方叫做 然後那個地方呢 他就是可以吃東西可以喝酒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那個Pukcha變得有點像是Hunting Pukcha 就是變得有點像是男生會來搭訕的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就去了那個Pukcha 我們兩個女生喝了六瓶燒酒 喝一喝之後呢 就是我們旁邊的兩個男生突然來搭訕我們 但是也不到搭訕我們吧 那個姊姊旁邊的男生突然來跟那個姊姊講話 就說 欸我這裡有幾張照片 你幫我挑一張我覺得好看的這樣 然後那姊姊就說 喔我幫你挑啊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他們就聊得很開心 然後因為我旁邊那個男生長了 很醜 所以我不是很想跟他講話 他跟我講話我也都不跟他講話 所以我就自己在那邊喝酒 就看那個姊姊跟他旁邊的男生玩得很開心 然後後來到後面我們都真的很醉了 記得我醒來之後我是在廁所 我一直在吐 就一直吐一直吐一直吐 然後之後我就開始找我的手機 我習慣我喝酒的時候 我會把手機放在旁邊 但是我去上廁所的時候 我是不會帶著手機的 我知道這點我非常笨 然後我後來醒了之後嘛 我就在廁所 坐在廁所地上 回來之後我就在找手機 然後整間店都沒人了 包括我那個姊姊也不見了 然後我那時候已經暈到 完全沒有辦法站喔 都是店裡面的人扶著我 我就說 請問我的手機呢 然後他就說 他沒有看到我的手機 我就倒在他們的店裡面 然後那個店員就說 他們要關門了這樣 然後問我說 我可不可以自己回家 我說我現在沒有辦法 他說好 那我們先打掃 讓我在那個店裡面 再休息一個小時這樣 然後我就繼續在他們店裡面 坐了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過後呢 我就醒來了嘛 我還是幾乎完全沒有辦法走路的狀態 就是可以走 但是會幾乎這樣一直晃一直晃的那種狀態 然後那個店員就說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再留你了 因為我們要打烊了這樣 然後我就很搖搖晃晃的走出他們店裡 我就搭計程車回家之後呢 我第一時間不是回家 我是去我姊家 因為我跟我姊住同一棟嘛 然後我就去我姊家 結果我姊也不在 然後那時候我就崩潰大哭了 因為我那時候最想見的人 一定是我姊嘛 因為那時候很需要一個認識的人在我面前 然後我就去我姊家 她也不在 我姊的男朋友也不在 然後那時候我就真的崩潰了 然後我就躺在我姊家地上哭 然後我就一直哭 哭一哭之後呢 我就發現我姊桌上有一個平板 我就用我姊的IG搜尋我 那個認識的中國姊姊的IG 因為我姊姊認識我很好的那個中國姊姊 所以我就用我姊的IG搜尋那個中國姊姊的IG 然後用IG的視訊打電話給那個中國姊姊 結果我一接的時候 那個中國姊姊馬上說 你在哪裡 我們所有人都在找你 然後我就一直哭嘛 我說我手機不見了 然後他就說好好好你先回家 我們現在去找你 然後我就一回家打開門的時候 其中一個在找我姊姊的男朋友在我家等我 他就說我們大家都在找你去哪 然後我就一直哭嘛 因為我終於看到一個認識的人在我面前了 然後我就一直哭 然後後來他就安慰我 然後我就在我家等了一下之後 就他們全部的人都來我家 我就跟他們說我手機不見了 他們說他們知道 我就說為什麼你們知道 然後他們就說 因為拿走我手機的那個人 用我的Cartot 就是用我的身份 傳了一個訊息給我喜歡的那個男生說 我跟莉穎上床了 請你以後不要接近莉穎 她是一個很垃圾的女生 然後我喜歡的那個男生看了之後呢 覺得很奇怪 就覺得這個訊息不是我傳的 所以他就覺得好像怪怪的 他就截圖給我很好的那個中國姐姐說 你有跟莉穎在一起嗎 然後那個中國姐姐說沒有 但是她知道莉穎今天去跟誰喝酒 她說我先打電話給莉穎 她就打給我我的手機是關機的這樣 然後呢 大家就開始瘋狂的找我 找我家附近啊 然後我會去的地方啊什麼的 然後甚至他們也來我家找過我 都沒有 然後他們就報警了 然後我就問他們說 那跟我一起去喝酒那個姐姐呢 然後他就說 你聽了不要難過 我就說好 他們說 他們剛剛跟我一起喝酒那個姐姐見面了 他們說 那個姐姐她 就是把你丟下走了 你們知道我的手機被誰偷走了嗎 我的手機被我隔壁那個醜男偷走了 因為我在猜他可能是報復 就是因為他那時候想要搭訕我 但是我拒絕了 然後那時候我喝得很醉 然後他好像有約我要回家的樣子 我不確定 因為那時候店裡只剩下我們兩個 就是那時候那個姐姐跟他旁邊的男生走了嘛 然後我跟我旁邊的男生剩下 留下來了嘛 我還在暈的狀態 然後他在我旁邊一直拉著我 然後我拒絕了嘛 然後我覺得他看到我的手機在那邊 他想要報復他就把我手機拿走 然後傳了一封很奇怪的訊息說 我跟莉莉上床了傳給我喜歡的那個男生 然後我看過那個截圖了我覺得很 就是我喜歡的那個男生就說你是誰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反正那整個對話就是我跟莉莉上床了 莉莉是一個很髒的女生 你不要再接近他了什麼的這樣 對 所以我的手機呢就被那個男生拿走了 你們應該在想 為什麼那個男生可以用我的卡通跟我喜歡的男生聯絡吧 因為我手機沒有鎖密碼 我真的很笨 因為我永遠記不住我的密碼 所以我手機是沒有鎖密碼的 但後來我手機被偷走之後呢 我就用我的另外一支iPhone 馬上把我的手機鎖密碼 那男生把我手機偷走後 發了那個訊息給我喜歡的男生之後呢 就把我手機一直是關機的狀態 因為我朋友還有我姊姊一直 用她的手機打電話給我嘛 然後一直是關機的狀態 然後一直到了隔天早上 一直打一直打還是關機 然後後來呢我姊就是 繼續打 然後打到後來接通了 是警察 然後我在想 是不是因為我後來把他鎖密碼 然後那個男生就想說 啊沒辦法用了 所以那個男生呢 就把手機丟到公車上面 因為警察說是有人在公車上撿到 然後交到警察局去的 所以我在想那個男生應該是想說 啊他鎖密碼沒有辦法用了 所以他就把他丟到公車上面 然後讓別人來撿到 然後拿去警察局這樣